到台中西屯路上 有一間外觀不起眼的小攤 一到下午時段 都聚集了滿滿的人潮 為的就是這一顆 皮薄餡多的爆料煎包 它的口味很單純 就是高麗菜跟韭菜兩種 為了在市場勝出 老闆他有一個堅持 食材要挑選童中求意 選用高山出球品種的高麗菜 水分飽滿 口感一極棒 那韭菜口味則是拌入 自己爆炒的蝦皮 紅蔥酥 來去除腥味 會越嚼越香 吃過的客人都說 他們家的煎包 是業界的第一把腳椅 姐姐 幫她等一下喔 大概吃到五分鐘 把妳裝一起好嗎 我給高麗菜 水菜 高麗菜 台中西屯路上這間小攤 每到下午人潮自動匯集 全是為了傳說中的爆料水煎包 這樣特別好吃啊 很甜 高麗菜很甜 很飽滿啊 就很吸引人家來買啊 每次經過都很多人排隊 然後就想說吃吃看 就真的超好吃的 第一名啊 沒得比啊 真的 皮包餡多 輕輕咬下就大爆料 不只是客人口中的No.1 還讓水煎包迷一吃著迷 捨不得離開台中 他綁架了我 真的假的 真的為了水煎包的還在哪裡 對啊 我的朋友都說太瞎了 每天就像在打炸 一來就是乒乒乓乓乓很多事情 然後就要快 不會有錢 老闆陳俊薇堪稱是台中水煎包界的 第一把腳椅 賣得口味單純 高麗菜和韭菜 但能在市場上勝出 關鍵就在細節裡 韭菜用的是夠嗆的大個頭 清洗時得一根一根摸過 眼裡容不下一粒沙子 這是比較粗 比較大的 但是這比較腥 比較辣 腥味比較重 吃韭菜的人他就是要吃那個 辛辣味 就連最普通的高麗菜口味 也要同中求意 選用高山初秋品種 包含水分 口感一級棒 一公斤的高麗菜 但是我現在已經弄的料的時候 加鹽巴開始它就會出水 可能一公斤是一千公斤 可能到最後它可能會出 三百公克的水 用平地的二八比較硬的 相對它出水量比較少 這樣你可以用 一公斤就有差不多 只有百公克可以用 再相對的你買進口的 硬邦邦的那個幾乎沒有水分 所以你買一公斤幾乎有一公斤 成本多一倍的高山高麗菜 當然要讓客人吃得有感覺 否則沒有存在感 白忙一場 切起來1.5公分 乘以1.5公分的最方便 太小的話 你可能就吃不到那個口感 咬下去沒有那個口感 太粗不好包 高麗菜驚喜後 混入汆燙過的東本韭菜拌入 自己爆炒的蝦皮紅蔥酥 就是簡單實在的內餡 水源加酒加比較多 因為這樣吃起來的麵皮會比較軟Q 不會變硬 其實東西在熱的時候 它的麵皮每個人都很好吃 但冷掉的時候就有鞏污染 講究內在外表也不馬虎 水量加多讓麵皮軟嫩 但水分過多容易發酵太過 太軟又不好包餡 時間的拿捏是老師傅的功力所在 包的速度要跟你打的麵糰的數量 要互相配合 在它還沒發酵太過之前把它包好 每天聽取客人意見 不斷的檢討修正 就連堅鍋用的油 也是自己炸的鴨油 不放過任何細節 它很利用鬼 所以你要改變它的方法 除非你跟它考論過 它拼得下去 它品質有改變才有可能 未來目標是最好是我週休七天這樣 就交給他們做了 嘴巴說著要退休 但陳軍威還嫌不下來 要繼續努力靠著這一顆顆 被泡泡又迷迷的肩包 從台灣頭轉到台灣尾 將精選的鵝汁呢 滾水汆燙 再反覆的淋上麥芽糖 自然風乾之後 才能放進烤爐裡面 過程是相當的繁複 得花上48小時才能上桌 還要忍受高溫爐火 這股苦力烤出的絕佳好味 讓吃過的客人都說 比香港的還要好吃 幾乎每週都來報道 身穿吊嘎掛著金項鍊 抄接地氣的師傅 把烤的金黃的燒鵝 從鐵爐裡拉上來 超過3.5公斤的鵝 份量實在不輕 老師傅出手前還得運攻擊器 烤到金黃圍焦的燒鵝 一次還不敢掛太多上去 因為曾經店門都還沒有開 就已經由眼尖的顧客掃貨 插電把內用的都買光了 我的小孩 對啊 你們接你的技術 我做生他不接 他有種我都不會教他 他要做你不教他 為什麼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我不會心痛 師傅一邊騙鵝一邊念著 不忍心讓孩子跟著學 因為燒鵝要耗費大量體力 每天眼睛一睜開 就得和純堆的額份站 這個東西那個味道不夠的 還有放那個蘿漿片 大概三片 大片兩三片OK了 還有這個白醬 對 三粒 大概三粒 燒鵝的甜料 師傅大方分享 十五歲當學徒 現在快起始了 處理過的燒鵝不計其數 滾水汆燙讓鵝的表面緊縮 接著反覆淋上麥芽糖 自然風乾 最後放進烤爐 是成敗的關卡 那個我本身 你的火候不夠呢 不夠香 你怎麼咬都沒有 那個味道沒有那個香味 不夠香味 因為你裡面的東西 還沒溶掉 燒不起來 這個火候很重要 所以最難就是吐火 對... 我看你滿身大汗 你都不敢跑 坐在旁邊 老闆誇下海口說 自家的燒鵝不好吃 店名可以改成燒鳥 這邊比香港的燒鵝好吃 它是我吃過整個燒鵝 在大台中市裡面最好吃的燒鵝 而且在台中市最出門 我幾乎每個禮拜來這一家店 來吃它的燒鵝 它等於就是我家的廚房一樣 燒蝦也要來吃 沒有錯 老師傅用心烤出的燒鵝 是顧客心中的極品美味 雖然燒鵝是件辛苦的體力活 讓它不捨船子 但只要客人願意吃 它會繼續堅持港味 靠出這絕佳好味 健康的電子 一切來吃 簡訊的食物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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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D